宝哥真的劝你千万不要轻易的自驾游 从7月31号开始呢 世界各国的旅客都可以正常的来到纽西安 不需要做什么新冠检查什么都不用 就是一切恢复正常就对了 就是7月30号以后 那随着这个话题呢 宝哥就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个 就是有点稍微小小严肃的话题 就是关于来到纽西安自驾游这件事情 宝哥真的要劝大家 如果你不是在十足的把握的情况下 或者是你过去没有在 就是幼驾的国家开过车的经验的话呢 我真的奉劝千万不要 为什么宝哥会这样说 是因为在没有这个新冠之前啊 纽西安这边的每一年 尤其在观光旅游旺季的时候呢 每一年真的都不知道有多少外国游客 来到这边以后自驾游出车祸 甚至于丧命的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开车嘛 开车哪有什么 开车很简单 是 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本身来说 它没有什么 可是大家要知道的是惯性的问题 就是当你习惯左边驾驶 然后你习惯走马路是靠右边 然后你习惯过马路的时候呢 是先看左再看右的这种方式以后呢 你一下子来到一个凡事都是往右边靠的国家的时候 你绝对会一下子那个惯性会转不过来 不要说宝哥就是鸡婆啦 或说乌鸦嘴啦 或是怎么样 可是真的每一年啊 真的有非常多的游客在纽西安 因为这个左右驾的惯性习惯的问题 出车获得真的非常多 你如果说踩到这块土地上 还不熟悉还不习惯就贸然开车的话 你其实真的会有很多时候会因为 你自己的慌张或什么 真的那个方向盘一打 然后就出问题了 有时候真的就是会这个样子 那另外呢 在碰到乡间小路 就这边叫open road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是外地人 然后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不熟悉路况 所以你可能会开得比较慢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纽西兰的当地人啊 他对那个当地的路况非常熟悉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是巴士一百在开 哪怕他是悬崖峭壁哦 他都是巴士一百在开 那你是一个外地人 你不熟悉这个路况 哪怕是我们住在奥克兰久了 我们去到别的地方不熟悉路况的时候 我们也都慢慢开 那这个时候后面的车逼你逼得很紧的时候 怎么办 你一下子紧张 因为后面车逼你逼得很紧 你又不熟悉交通道路状况 你一定会紧张 一紧张就会出错 不管怎么说啦 就是可能宝哥过度于紧张 或是太担心 或是怎么样 就是对 而且有时候这边路上真的会有很多人会喜欢逼车逼你逼得很紧 那确实是会蛮是蛮蛮困扰的 坦白说真的 就是好了 今天算是我比较鸡婆一点 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当然如果说你对你自己的驾驶技术啊 或者是说你适应右驾啦 或者是说各方面你都觉得非常的有自信 不是不是一个问题的话 你来你来到纽西安自驾游那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确定的情况下 宝哥真的劝你千万不要轻易的自驾游 那如果你要自驾游的话呢 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到了人适应了 就是一切往右边的这种惯性了几天之后呢 你再来考虑租车 然后再来慢慢的对就是进行你所谓的自驾游 然后来之前先多看一些关于这边的交通道路 号制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边有中文版的你可以参考 然后包括就是说有没有一些网上的人告诉你 就是这里如果你自驾游的话 你要注意的点在哪些地方 对就是功课稍微做好一点 那熟悉了之后你再自驾游 我的建议是这个样子啦 因为真的是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来到纽西安玩 然后拍了很多很美的人间天堂的照片回去 就是要平平安安的好不好 好了宝哥就在纽西安等你们来玩哦 今天聊到这边宝哥回去上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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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